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类专业人才 但不是每个毕业生都愿意介入政府 为公众服务 看回当年一帮大专学者的讨论 对钱的看法已经凌结了 人的教育不是一个片面的灌输可以成功的 而是他要通过他的自觉 吸收肯定这个价值 然后才可以出现 所以我们通常是用一种比较自由的 比较放任的 鼓励的那种方式 比如说鼓励他们参加各种不同的活动 现在读社会工作的那些同学 有没有说读了之后又不做回自己本学 有的 每年我们的毕业生大约有五十个左右 始终都会有四五个是不入本学的 那你相信吗 如果说站在老师的很自私的立场来看 有多少 政府每年给三万元栽培一个人才 这样看法 起不是他们就没有社会赚金 这一点我就有多少不太同意 如果他能够在一个行业那里 他是觉得做得很开心的 或者他觉得在那方面 更加能够向这个社会有贡献 我觉得他所学的东西 并不是说是对社会没有贡献 事实上我相信大学最主要的 教育的目的 都是教他成为一个所谓成人 就是传人 出来社会那里做事的时候 就不是说只是专业那方面的一个技能 一个技巧 而是说对社会整体怎样看法 对社会的责任感是怎样 和对社会的将来 他要扮演一个什么的角色 假如医学生对社会责任心是重的话 当然他们会停留在这个政府的服务 时间会长一点 我们是一个自由社会 我们也不可能说 要那些医药生出来之后 一定规定要他做在这个政府多少年 在政府服务的医生 和这个在外面施加 这个挂牌的医生 我相信那个收入方面的差额是非常之大 一些经济理论就说 如果每个人为了自己的私利 去尽力地做就可以了 社会就慢慢去繁荣 因为个人能够财富增加 声望增加的时候 从而带动社会进步 究竟这个理论和我们心里的理想 是否有冲突的地方 这种经济理论是有它一定的作用 但是从整个社会的结构 文化、教育 或者人的心理 我相信就一定要 由一些人去做一些引导 否则的话 这个世界就变成了 好像一个禽獸的世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